觀眾朋友大家好 劉醫師你好 劉花好 大家好 對 人家說身體健康氣色最會好看 那今天你看到油發的氣色好不好 非常好 真的嗎 紅光滿臉 紅光滿臉 其實每次油發出門的時候 人家就說一句話 你是不是血壓高 你是不是喝酒 那其實我想問一下劉醫師 其實一個喝酒的人 跟一個血壓高的人 跟一個氣色真好的人 是不是真的能分辨出來 是的 是能分別出來 一般上我們說氣色好呢 就是白裡透紅 就遠看呢 你看它那個紅粉飛飛的 可是近看呢 它還是皮膚比較 皮膚還是白 但它不是兩片紅紅的 就像那個 就像那個 小紅雞蛋一樣 像紅雞蛋一樣的 那個就不太好 這個一般上呢 就提示可能有的虛火呀 或者心臟的問題 那如果說身體健康的又不一樣 真的白裡透紅的又不一樣 是 喝了酒的肯定看得出來啦 那個是滿臉通紅的 對 那高血壓的我相信 也應該看得出吧 高血壓 高血壓 有的能看得出來 就是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 這兩邊好像放了兩個紅雞蛋一樣 特別紅 是 那今天我們還是要談談一下心臟 為什麼有發問人講起這個 臉上的這個氣色問題 我發現有些心臟有問題 人家氣色會比較差一點 好像臉色比較蒼一點 感覺是這樣 對 一般有心臟問題的呢 除了臉色比較蒼白 但是很特別的一點 就是他們兩全會發紅 就是在顴骨這兩邊會發紅 兩全會發紅 就這兩邊會發紅 是的 所以這個時候反倒提示你這個虛火 虛火上升 這個反倒不是很好 如果像油髮一樣 你的皮膚白裡透紅的粉嫩粉嫩的 那當然就很好了 我以為你說粉嫩粉嫩啊 不過其實說實話 我還是很在乎這個 怎麼講氣色 因為雖然我不是這個醫生 但是我覺得一個人的精神好的話 你的氣色就會好 氣色其實代表整身應該都是蠻好的 那種感覺 當然還要配合啦 就是皮膚啦 人家說眼睛也是要這個黑白分明啦 那如果說你人類以後 眼白也會發紅絲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保健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真的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帶來很多的一些支持 讓你在家或者是可以把這些保健的常識 可以傳達給你的朋友 像我們前陣子教的那些 希望大家要記得 那今天我們要說的是心臟急救法 那其實說到這個心臟急救呢 聽起來應該是很管用的 為什麼因為我們常在這個馬路上 或者是在一些朋友啊 或者親戚家人當中 你可以忽然間發生一些什麼 忽然間暈倒啊 然後有些人忽然間暈倒的時候 你會就是很七手八腳的不知道幹嘛 因為一個人暈倒肯定會有問題 我們可能會想到就是貧血嗎 如果女人很自然就說 是不是月經失調啊 貧血啊 或者是來月經經痛然後暈倒啊 因為我以前有個同事 一來月經就暈了喔 那還有呢就是可能 暈倒可能是不是因為這個 他還沒有吃飯 然後這個血糖不夠然後暈倒啊 還是因為有某種疾病來暈倒 所以每次人家暈倒的時候 我們會不知所措的 對 對不對 其實在精末小動作裡頭啊 有一招很管用 不管是什麼樣子的暈倒 什麼原因的暈倒呢 你都可以派得上用場 哪一種呢 其實也 那個秘訣呢還是在手上 又是在手上 對 我們的手上 這個地方是個百寶箱 這個關於心臟急救呢 其實在我們的中指上 中指最高點有個穴位叫中沖 這個穴位呢 其實是心臟的總開關 在暈倒的時候呢 不管什麼原因的暈倒 你都可以先刺激這個穴位 就是這個中指呢 最高點 最高點 是 有時候暈倒的 暈倒的時候昏迷啊 大家都知道一個人中穴 有些時候你按壓人中 他不管用 那你倒不如用中沖 可能有時候還幫得上很大的忙 這個中是中間的中 是的 中間的中 哪個中 沖涼的沖 中沖 所以我們假如按著中沖就行 對 在暈倒或者是心臟有點不舒服的時候 或者心腳痛啊 有點心腳痛 呼吸不太順暢啊 或者心記的時候呢 你用力掐按這個中沖穴 這個時候如果用點力掐 如果是緊急的時候呢 反倒可以用個比較尖的物品 比如說牙籤 你就可以大力刺激這個頸穴 這個頸穴其實是心包筋的頸穴 對 它是主管心臟搏洞的 哦 所以只要緊壓著就行 對 還是一定要找東西刺激它 在緊急的時候呢 盡可能找東西刺激會更好一些 就是可能可以用一支原子筆啊 對 可以 或者是牙籤啊 都行 那如果沒有牙籤沒有原子筆呢 可以就這樣按著嗎 可以 大力的按著 對 大力的按著 有的女生留了長指甲 你就可以用這個地方 用指甲按 你都可以用指甲按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按著是保健 就是說人家暈倒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這麼按 對 如果人中不管用的話 對 那如果平時用保健 我們也可以這麼按著嗎 可以 平時保健的時候呢 你平時可以這樣子 按了停按了放 再按再放 有沒有一個時間限制 大概要多長時間按呢 這個沒有時間限制的 這個 我們平時做保健的話呢 平時這樣按是一個 鍛鍊經絡的一個方法 經絡只要多鍛鍊 它在緊急的時候 它就派得上用場 可是我覺得挺痛的耶 是 如一般沒有 從來沒有保養過心臟的 沒有保養過心經的 它都會很痛的 這不痛則痛嘛 它就提示你 你快點按咯 啊 這樣子啊 那如果我按了一個月還在痛呢 怎麼辦 那是不是我的心臟真有問題了 我要去找醫生了 也不是這麼說 平時呢 如果 因為穴位你按壓 都會有一些酸麻 脹或者痛的感覺 但如果是不能忍受的痛 那就提示你 這條筋可能要處理了 很嚴重的 你會處於心臟嗎 人臟一般上呢 是多用於昏迷 多用於昏迷的角度 只有昏迷啦 昏迷呢我們一般會用人臟 所以我沒昏就不用按咯 那我還在按幹嘛呢 就按就好了 所以這個就是保養 就是能夠來保健我們的心臟 讓我們的這個所謂的經絡能夠通 是的 尤其是有些時候啊 就是突然間感覺到心慌 或者心跳很快的時候 你馬上按這個 然後一面按 一面慢慢的數 一二三 數到六十的時候 這個心臟呢 基本就能夠回復成長 哇 這個是很好用的 數到六十 蠻痛的咧 所以這個時候可能 你看我在跟我們的劉醫師說話 一邊說一邊按 這個其實這種保健是很簡單的 對 比方說除了做這個 這個是保健我們的心臟 上次我們教過我們 你記得嗎 你沒事你也可以這樣自己 對 這個開手穴 對 緊急的時候也可以 除了按這個 也可以配上這個開手穴 對 其實如果說我們的觀眾朋友 記不住沒關係的 只要你的劉醫師教的 你就有事沒事就按一輪就行了 反正它就是有幫助 你別管它幹嘛 反正如果你記不住的話 我們說過了什麼 上次我們說過我們的這個手指 這個什麼代表整個頭 什麼中間代表頭頂 如果大家記不住的話 那沒關係你還是經常可以按的 對 反正腫有個腫啊 對呀 而且它一定會有一些作用 對 而且你剛才也說過 上次有說過 按的時候它也是能夠 刺激我們全身的一些血脈的東西 對 讓你全身能夠暢通 那就很重要了 其實除了這個中聰之外呢 在心臟急救還有另外一個穴位呢 也是很管用 也希望大家能夠記得住 這個穴位呢是稍微有點痛 我的怎麼講呢 我們曾經有一些例子 就是有人急救的時候 昏倒了急救 按了這個穴位 那個患者醒來第一句話 不是謝謝那個救他的人 反正大喊 哎呦好痛啊 你幹嘛按這個穴位 哦真的 是哪個穴位會那麼疼啊 它呢就是在葉窩下 葉窩最底端 就有個穴位我們叫極權 哎 這個我小時候聽過 嗯 小時候我聽過 是嗎 對對對 我聽過一些老人家說 好像人家暈倒的 所以他們說按這個地方 是的 對不對 對了 我聽過我聽過我聽過 就是按這兩邊都可以按的對不對 是 哦 這個穴位呢我們叫極權 其實啊 它是心經 最靠近心臟的一個穴位 所以它是 這個穴位呢 是管心臟搏動的 在緊急的時候呢 就按一下 就按它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有些憂慮 我們每次看武俠小說的時候 就點 你就不能動了 那萬一我自己都按 按錯了不能動怎麼辦 這個不會 沒有這回事吧 其實呢 所謂的按一下不能動呢 是重力刺激才會有 而且必須經過斷練 而且一般呢我們這樣子按不會有 就是要練過武功的人 對 一點就有力度的人才會這樣 是的 一般我們不會有這樣的 這可怕的後果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嘛 以為點學就是那麼一回事嘛 就點著你就不能動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就是說 除了剛才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中衝之外 對 我們在這邊還有一個穴位 還可以按 叫什麼穴位啊 極拳 極拳 緊急的極 不是它是極端的極 極端的極 圓拳的拳 泉水的拳 極拳 它是一般我們在急救的時候呢 我們都按這個穴位 如果有的人覺得緊急了 如果你手上有這個拍子的時候呢 你可以直接倒反 直接把這個尖端的這個地方 給它按壓 按壓在這個地方 它是不是靠近這個極端的地方 是的 就在中間 哦 就中間哦 對 如果平時你自己用手去摸一下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搏動點 它有一個動脈在這個地方 嗯 這也是一個急救點 是 如果說心臟病暈倒的人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急救它 是的 就是幾個 剛剛那兩個地方大家記得了 那一個呢就是我們剛剛說的中充 一個呢就是極拳 對 這個都很重要 平時呢 如果感覺突然間身體很勞累 很疲倦 那這個時候一直打哈欠 又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自己彈拨一下這個極拳 它對於恢復疲勞效果很好 哦 那太好了 那如果說有一些人駕車 尤其是駕車的 你說駕得很累 天氣很熱 駕到想睡覺的時候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平時呢 可以多居如按 有時候沖涼的時候啊 你不妨放點肥皂 就在這個地方給它搓按一下 有什麼作用呢 對 早上起床的時候啊 為了要準備一整天的勞碌的生活 那你早上起來擦一下 給它刺激這個穴位 讓一整天都精神 哦 這也是一個方法 挺好的 所以以前我的老師有說過 那些患糊臭的人呢 基本上不會有心臟病 因為他們都很喜歡 隨時隨地給它擦一下呀 有沒有 晃糊臭的 哦 就是經常有按摩的作用 是的 好那今天呢 我們給大家說了這個心臟病的急救法 大家可能要記住了 就那幾樣我們剛剛說 除了人中之外 不管用沒關係 我們可以到這個 所謂的中沖 中沖再不行呢 就我們的極權 是 這都是一個方法 好那如果說大家有興趣 要來找找我們的劉醫師的話 來看一下我們螢光幕上 那你就可以找到他了 那這邊要再次的謝謝我們的劉醫師 謝謝您 謝謝林悠發 謝謝大家